主教新闻带您看到太阳能需求最大的德国 今年7月1号开始就要降低太阳能发电补助的金额 幅度大约是15%到20%左右 这让台湾的太阳能电池厂跟模组厂忙着出货 业者赶在7月前来装机 德国业者指出尽管对产业链造成很大的压力 不过台湾制造品质优良的太阳能电池还是最受到青睐 从德国法兰克福以下飞机一路周车劳顿 五个小时后眼前的景象令人难忘 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漂亮的太阳能电厂是位在德国东南部 而这个地方的总面积是37万平方米 相当于37个足球场这么大 这里的总共建置量是12百万瓦 总共产生的电可以供给5000个家庭的一年用电量 从25公尺高的吊车往下看 宝蓝色的太阳能板一片接着一片几乎没有空隙 不想浪费任何空间 为的就是要全部都照到阳光 一手吹声这家电厂的Sasha指着她的设计图 脸上洋溢着满满自信 为了赶在政府7月缩减补助前她拼命赶工 四个多月就把这座电厂盖好 最骄傲的还有这个 原来是这个可以升降的支柱 会跟着太阳照射的角度做改变 是个聪明的好设计 而这里的太阳能电池也全是台湾货 除了品质好 也因为投资人是这位超年轻的六年级董事长 他来自台湾 价值天最高是驱动需求的公司 他认为能够驱动需求是做系统 2008年是让德国很多公司都倒闭 那因为倒闭 所以他整个团队就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的概念是 让我反的就是我们公司直接投资 在德国百分之百投资系统公司 有成利用电厂为产品增加出海口 让这个03年才成立的公司 去年赚了两个股本约3.4亿 不过接下来还有大考验 因为以地面电站为例 回收给电厂的顿售费率 已经从过去一度店可以卖32分欧元 降到今年是28分 7月以后恐怕又要降到23欧分 相当台币不到9块钱 让整个产业链面临很大的压力